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雨时光》 5月26日会有月泉石 月泉石其实在民间叫做雪月 5月26日的雪月据说是超级雪月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雪月线 妖孽初 月若变色 极有灾殃 雪月当空 灾难将至 雪月在中华文化中是不祥之兆的代名词 在西方文化中 雪月也代表了黑暗力量 比如吸血鬼 恶魔会在这时候出没 而在《圣经启示录遇言》中 雪月就更加是预示着神最后的审判的日子 同时也预示着将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自古以来出现过无数次的雪月 那些灾难真的发生了吗 我们查看一下历史 还真的有发生 公认的关于雪月最早的记载 是南奇书的《五行志》 书中写道 明帝永泰元年四月魁亥月氏色赤如雪 三天以后大司马王静泽举兵造反 南奇的东昏侯登基以后不久 遇雪月当空 当晚使安王萧瑶光起兵谋反 不过没有成功最后被处死了 明朝崇祯17年3月18日 在雪月的照应下 崇祯皇帝在眉山砍死了自己的妃子和女儿之后 自尽了 第二天 闯王李自成攻入了北京明朝父王 古罗马帝国公元1453年5月22日也是雪月 一周以后土耳其军队攻入军事坦丁堡陷落 延续了1000多年的东罗马帝国灭亡了 据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那一年也发生了雪月 2003年雪月出现 SARS在大陆广东大爆发 2014年4月15日 500年来第4次连环4月时罕见的天象奇观出现了 伴随着雪月的出现 第二天 韩国就发生了四月号沉船事件 造成了300多人罹难 而同一天 墨西哥传出了7.2级的强症 今年3月29日晚上 台湾出现雪月 4月2日台铁就发生了重大的脱轨事故 今年最大的月全时 超级雪月将在5月26日登场 届时在大洋洲 北美 南美和东亚等地区都可以看到 不过雪月尚未发生 云南 青海就分别发生了 6.4级 7.3级的地震 印度神童阿南德预言 雪月之后的下半年 9月 10月份将会迎来新一轮的疫情高峰 直到明年的5月才会开始缓解 或许有人会认为 那些关于雪月的传说 与发生灾难的时间点是纯属巧合 那到底是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天注定呢 其实呀 从古到今 除了能掐会算 精通天文地理 勘于数数的预言家们 给人类留下了各种预言 有很多普通人也会在梦境中 得到一些启示 我的一位朋友就非常的神奇 他总是能够在睡梦中看到一些事情 而这些梦呢 也会在生活中变成现实 不过我的这位朋友 看到的都是一般 跟这个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有关的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预知梦呢 我知道啊 在日本有这样的一位梦先知 叫做Tatsuki 他总会做一些很古怪的梦 在梦中他会看到未来灾难现场的画面 在1995年1月2日 他已经梦见了2020年 全球会出现一种未知的病毒 并且将在10年后再次出现 Tatsuki说 在2021年的7月到8月20日左右 可能会发生一场大灾难 另外一场灾难可能会出现在 2026年的6月到9月之间 Tatsuki初期的梦境 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 也根本都没有在意 直到有一天 他梦到了日本出现了毁灭性的灾难 他在1999年出版了漫画书 我所看到的未来 把他在1985年到1999年之间的梦境内容 全部都汇集成了漫画书出版了 在收录的15个梦境中 有12.5个已经应验了 包括311大地震 戴安娜王妃去世 以及现在的疫情 他第一次在梦中看到一个穿着水蓝色裙子的女人 正在类似隧道的地方 虽然看不清楚女人的模样 但是他却听到了这个女人的说话 醒来以后他感觉很不舒服 就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结果发现这个公园的某个地方和这个梦境里很相似 于是Tatsuki感到心里很慌乱 他赶紧回家查看了当天的新闻 公园里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名死去的女性 受害者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 紧接着Tatsuki又两次梦到了皇后和唱团主唱 弗雷迪·马丘利先生离世了 他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 后来弗雷迪在1991年11月24号真的因为肺炎离世了 2008年的11月确实也有一部关于他的电影 《波西米亚狂想曲》在日本上映 Tatsuki在1982年的时候 又一次梦到了一位日本的摇滚歌手离世 但是Tatsuki他并不认识这个人 梦里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日期 但是后来果然有一位摇滚歌手 在1983年的时候开始活跃在大荧幕上 但是十年以后在1992年的4月他去世了 更让他觉得奇怪的是 在1992年的8月31号 他做了一个关于戴安娜王妃的梦 在梦里他看到了日本的一本杂志上 写着原来是戴安娜呀 五年以后的同一天 戴安娜王妃因为车祸去世了 Tatsuki的梦是不是十分的可怕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愿意被他梦到 之后呀 Tatsuki的预知梦仿佛是提高了一个境界 他不再是梦到某人或者是周边发生的一些不幸了 而是上升到了国家或者是世界性的灾难 在1995年1月2号的时候 Tatsuki在梦里看到了一段灾难的影像 上面明确的写着 15天或者是15年之后 神户的大地会裂开 实际的情况是发生在15天以后 也就是1995年的1月17号 神户发生了大地震 差不多有7000人遇难 在1996年的3月11号 他梦到了大海啸的景象 梦境中他发现街道上的建筑全都被毁坏了 道路前方的桥 一部分已经被海水吞没了 上面写着 日本东部的某个地方 会在2011年3月的时候发生灾难 诡异的是日本工程县 在2011年的3月11号 发生了规模高达9.0级的311大地震 造成了18000多人失踪及罹难 Tatsuki梦境的应验时间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他看见梦境之后的15天或者是15年 如果15年没有应验 那么就再加15年 他在漫画中一共公布了15个欲知梦 现在只剩下两个梦境没有应验 分别是富士山火山大爆发和横滨大海啸 关于这两个尚未发生的语言 1991年8月20号 Tatsuki在梦中看到了富士山大爆发 富士山是一座火火山 最后一次的爆发时间是在1707年 至今他已经沉睡了300多年 2020年的4月 日本政府曾经发出预警 7月份有关富士山容颜变异的报道 不少人担心这个梦境 有可能会在2021年不幸成真 1981年6月到9月之间 Tatsuki多次梦到了日本神赖川县 横滨地区会发生大海啸 如果按照Tatsuki的梦境成真的规则 1981年加上15年就是1996年 再加上15年是2011年 再加上15年的话就是2026年 所以有人猜测 这个预言有可能会在2026年应验 虽然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正在应验着古今中外的许多预言 似乎一场人类面临的大劫难正在到来 这是人类整体道德下滑 远离了神给人规定的做人的标准造成的 但是神是慈悲的 所有的预言在描述大灾难惨烈现象的同时 又都不约而同的留下了人类自救的方法 也都提到了一位来自东方的圣者 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300年前所写的《诸世记》 预言了《圣人救世》 《诸世记》第三章主题是《宇宙主神在人间》 第十季第七十首预言 圣人将创下一种信仰 他将出现在亚洲 一个联盟源于伟大的赫尔莫斯 他将超越东方所有的王者 赫尔莫斯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 也是为人间传递神的旨意的信使之神 赫尔莫斯有一根神杖 是用来唤醒世人的神性 第二季第二十九首中说 一个东方人离开了他的家乡 每个人都将被他的神杖打动 美国的天才女预言家珍妮·迪克逊 在1971年出版了《荣耀的呼唤》 他在这本书中说 末日善恶大决战即将在2020年到来 届时假先知 撒旦和反神者将与人类对垒作战 1997年珍妮临终前曾经留下遗言 在东方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蓝鹰 他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21世纪初 人们会感受到这个人的伟大的力量 在此后的十年中 世界将会以新的格局 新的面貌逐渐地进入一个消灭战争 化解灾难的新世界 其实所有的宗教中都在等待着最后神的归来 佛教中有提到 未来佛弥勒佛将下世救人 基督教中耶稣也说过 当世界充斥着种种异象的时候 基督会回来救赎他的信徒 还有犹太教等其他宗教也在期待着弥赛亚降临 从这些预言里 我们看到了灾难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虽然对于那些天灾 我们无力改变 但是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一定会有神来拯救这个世上剩下的好人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守我们的善念良知 等待神的救赎 好 我们今天就说这些了 喜欢听微语 分享这些神奇的故事 别忘了订阅 点赞 留言 帮忙转发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